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9日 星期二 大家好 我是袁爸爸 大家好 袁爸爸 過來客串 我們這節也要說一節本地新聞 袁爸爸應該相對沒有那麼熟 我都在香港真的不太熟 因為現在也離開了兩年 之前一年可能也沒有半年在香港 我每個月回去兩三天 看看那些小孩就離開了 香港就是不太熟悉的 我們告訴你 我們先講完才行評論 現在有些黑警 指揮官 香港警察的指揮官真的很有問題 指揮官也是警司級 飲完酒之後要開車 兩個人 幫辦勸了他 結果慘遭沙頭礦指揮官 狂打 還有一個咬斷手指 整個事件令人想起沙田商場 有個年輕人咬斷了警察手指 然後現在被人在告 又在告襲警 又在告性 這件很明顯就是恐襲來的 孤狼式指揮官恐襲 一條人 襲擊警務人員 這些事情是恐怖襲擊 恐怖分子 應該以唐英傑案件 當論刑起點 唐英傑只駕駛電單車撞傷一個人 都說要判9年 這個有意圖去襲警 還要發動恐怖襲擊 最少是90年 最少是90年 這個叫沙頭角分區指揮官 陸鎮宗 陸鎮宗 他的鎮是地鎮的鎮 還是鎮興的鎮 鎮興的鎮 現在當警察有沒有錢 很多錢的 沙頭角那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很多走私的錢 尤其是沙頭角那些 基本上隻眼開隻眼閉就是有老婆收的 地方角隊 他這些好像是關掌那樣的 港英時代的沙頭角那些就是慘的 他被人放縮 很多利益 很多 因為走水貨嘛 每天有人走水貨 走私城 只要隻眼開隻眼閉就可以收到很多錢 就是關掌 所以這些人分中一個月 可能一個月收拾幾十萬 所以就像大佬一樣 要開車 誰制止我 然後有兩個幫忙制止他 因為他做了大佬 我是大佬來的 所有字頭都是我照起的 你膽敢逆外衣 好 先講講內容 據稱陸鎮宗警司懷疑喝醉酒 誤事 說他襲擊兩名幫忙 據了解他會被停職 事發是17日 星期五 晚上的時間 他們在上水一間酒樓 吃飯消遣 有人懷疑喝醉紛紛 去酒樓也可以喝到這麼醉 因為甚麼事那麼高興呀 可能有女陪座 追測我們 聽到紅衛民山派對 喝醉紛紛 還打算駕車離開 於是他下面的同埠 看到這樣的情況就想上前制止 擔心他醉嫁違法 好像楊明一樣 但是當時這位指揮官 情緒失控 同埠就糾纏 竟然就是 咬斷了一個男督察的手指 怎麼賠給人呢 好人難做呀 手指都被咬斷了 還要連番出拳 襲擊他的胸口 另一名同行的女督察 仍然也是同樣受到襲擊 被他握球 被他兜除打胸 後來就是 糾纏了一輪 到最後 這個警司就是 坐的士離開 接著受傷的人就要去看醫生 然後 最後就是驚動了 其他警方 有沒有錄案 有啊 據了解這個事件就驚動了警方高查 已經把這個陸鎮中 暫時就是調職 把他調離 離開了這個指揮中心 然後就說會 徹查事件 說他會停職的 據說陸鎮中是談判專家來的 這些真的是孤狼式 我猜他們的談判專家是不是跟走私客談判的 這次就不可以有那麼多冬肉人來啦 龍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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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想知道國安處你查不查這件事 你有兩個幫板受傷 你乖說 不要說是開記招 先說這件事 這次真的有人血了 真的有人血了 咬斷了手指 有沒有用來點饅頭吃 你不要針對我們 乖乖地出來開記招說這件事 沒錯 現在這樣搞法是不行的 警察 已經不夠人手了 這陣子很難請到警察 每個人都聽到警察 都說好仔不當警察 當警察就是混蛋了 你已經這麼難請人了 還要咬斷警察的手指 香港現在警察 很缺啊 那些人不肯做嘛 那些人不願意去當警察 搞到40多歲都要聘請 我們網友提供資訊 新城市廣場的案件 當時的港大學生被判了五年半 五年半 知法犯罪 起碼是實實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不能作準的 因為自從有了國家安全法之後 香港是一個行穩致遠的地方 根據國安公署所說 這些一定是要報告恐襲的 這種人肯定是受外國勢力指使包藏禍心 在香港發動一場恐怖襲擊 襲擊一些警務人員 而且知法犯罪 借走行兇 當中有很大的陰謀 起碼要抓到國安公署 嚴刑敲運48小時 要把手指都挑出來 用這些劉宣去打他 要不然他不會逼供的 應該是十幾年起跳的 一定要啦 肯定要嚴刑逼供 要不然他不會招供的 跟美國有沒有說 美國人給你錢的 是不是建言美國領事 上個星期美國領事走了 是不是他交代罪了 給你招呼 沙頭角是不是很近住那裏 捉住那裏 邊境 有個地方 區近那裏 新屋嶺 是不是近住那裏 好像不是 有觀眾說那裏住在那裏附近的 看著那裏新屋嶺捉人 應該就在那裏 那裏也是邊境來的 上水的東面 我不肯定是不是新屋嶺那裏 但是沙頭角的屋嶺是近民感度 那是很近的 民感度跟沙頭角不是那麼遠的 不是那麼遠 我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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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深圳灣大橋 要不就是黃岡 很少走這邊的 民感度以前流行的嘛 民感度再過去就是沙頭角嘛 那裏那裏很厲害的走私 也很近 但是不知道指揮範圍包不包 不去不到黃岡道 但是 我就說 近住在嶺那裏 因為我們跟觀眾聊過 這個民感度 或者沙頭角 一向都是走私的熱點來的 這些位置 其實真的是游泳位來的 這傢伙這次 不要說他是不是真的故意的 這次是前途盡身 說過錢是金錢的錢 是不是只是中興家那裏 是不是只是中興家那裏 他們發到不清楚 從這裏到來都賺錢的 他做了指揮官 你們是不是也在前途 中興家就是這樣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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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家那裏的人都過來買東西 那裏很麻煩 恭喜他 新屋來的敏感度 這宗案件我們也要跟進 看看他會嚴懲 接下來的法官看看會不會偏幫 手掌也有肉 手背也有肉 兩個都是當警察 還有真是內訪 他隨時叫深圳那裏找人救他 那裏也會發聲 這邊就不敢亂負 不要小看 關口和大陸的關係好得不得了 關口 放哪輛share過 哪輛車不過 他在大陸全部有學台 大家一起分錢 跟中國的海關 大家留意這宗案件 那些法官 律政署 警察怎麼說 還有警察怎麼說 我們都要翻譯好英文 其實我們都要翻譯好 就算你說叫我們去做國際遊說 跟外面的議員說 你也要把這些案件的資料交給他們 他們真的是看的 歐洲議會開會真的會說這些 例如 那些名人被拘捕了 黎智英、612 他們全部都會開筆說 所以你真的要翻譯他們 那個案情 那些國安是怎麼說的 還有那些法官怎麼亂判 法官有些評論 你一定要把他們說出來的 那些很離譜的 接下來的法官也要制裁這把法官 我們這節暫時先說到這裡 多謝好嗎 好 好 好